英國雷丁市福伯里公園 星期天發生持刀狂悍 無差別襲擊民眾的慘劇 造成三死三傷 被警方認定為恐怖襲擊 不過利比亞籍兇徒的鄰居 對他的印象卻是一位好好先生 另外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兇徒曾經有輕微的犯罪記錄 甚至懷疑患有精神問題 嫌犯凱利撒阿達爾拉居住的沃金厄姆 向來是寧靜的社區 刺殺事件發生後 警方迅速封鎖及搜查他的公寓單位 氣氛凝重 淋漓一陣恐慌 警方定調案件屬於恐襲 不過嫌犯平常 給予淋漓的印象卻有很大的反差 不幸遇難的三名受害者 其中一人是歷史和政治學教師 究竟嫌犯為何會發難 在反歧視示威活動後 攻擊民眾的動機還在調查中 雷丁事件驚動英國社會 首相約翰森強調 政府將與所有在案件中受影響的人同在 根據路透社引述英國國安機構的消息 當局在去年就開始留意薩阿達爾拉 情報顯示他曾經有意參加極端分子的出遊行程 由於計劃沒有成行 因此當局沒有全面調查他 這個疏忽間接釀成了悲劇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 德文 extraordinarily 財伯 你 是不是 阿倫 英文